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呼叫器突然爆炸 3000台突然爆炸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直接看画面 好 画面只要你看到的呢 这个是在一个市集的市场里面 你看到当时大家都要买菜买到一半 突然之间一个人 左边这一位戴帽子的男生 他的包包爆炸了 里面其实就是呼叫器 那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现在网路上非常的多 原因是因为这起事件 到目前为止 所有3000台的呼叫器爆炸之外 也造成了大概有近3000人 2800多人受伤 以及11个人死亡 好 人数其实在增加 我看到呢 也有这个包括了 在后续有很多人是受到重伤 甚至在医院里面哀鸿遍野 到底为什么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出现 现在说了 可能是因为呼叫器里面 被埋了PETN炸药 什么是PETN炸药 基本上呢 它是一个化学性质 蛮稳定的一种炸药 但是它的威力呢 是黄色炸药的1.26倍 以前呢 说80克可以炸飞机 现在它里面放了多少 放了10克 透过电池来将它引爆 因为每一个爆炸前的这个事件呢 都会听到这个拥有者 呼叫器拥有者会讲说 它好像过热了 它异常的热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这一次的爆炸案 没人知道 好 后续都还在查 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 发现不是只有BB扣而已 因为呢 对讲机也爆炸了 好几个地方的对讲机 来自日本的对讲机 发生了爆炸意外 目前造成了20死 450伤 地点在黎巴嫩的南部 还有首都贝鲁特的南部郊区 说呢 都有这种真主党成员的 手持无线电对讲机爆炸意外 附近呢 甚至还有交换了住宅 车辆 通讯航 因为爆炸的威力通通遭殃 大家也开始在讲了 BB扣说是跟台湾公司有关 对讲机说是跟日本公司有关 有没有可能是真的专门挑 跟美方西方友好的地方制造物 来进行策划呢 因为目前啦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金阿波罗 他的这个所有这个负责人 今天已经到检方这一边来进行训问 刚刚说呢还回公司拿了一个东西之后 还要去地检署这边来进行复训 那为什么会跟他有关 因为呢早期有一段时间 BB扣这些制造公司 他们都到了对岸这边来设厂做生产 结果呢他留下来了 反而因为留下来变成了欧美国防单位爱用 甚至13年前还有杂志报导说呢 他算台湾之光 是用对讲机扣住FBI的心 这样子的一个标题来做报导 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在中国生产 又或者是进行代工 好啦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起事件太复杂太像电影了 怎么发生的 猫头通通指向会不会是摩萨德动手 好原因是因为他是很厉害的情报组织 世界四大情报组织之一 有可能是远程来触发引爆吗 那个可能性是说8200部队 所以这个实力是媲美国国安局的 他跟摩萨德不一样 不属于情报系统 但是呢他里面的人员都是精英 同时呢他们现在讲到8200部位 主要参与的是技术方面的 包括怎么样在呼叫器里头 来设置这些爆炸的材料等等 好这一些都是在网络上面 特别是西方媒体 他们一一的在披露 因为呢过往 以色列这边 他虽然从来没有证实过一些 比如说啊 伊朗离核心机瘫痪等等的事件 但是这一些都认为 是跟以色列的情报 又或者是这种情治单位 是有关系的 而且啊也有一个可能性 也就是说呢 去年10月7号发生了 以哈战争引爆 冲突引爆之后 会不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了解争主党这边 可能他也会有所骚动 所以呢开始进行一系列的策划 开始在利用匈牙利的空壳公司 然后呢变成进阿波罗的贴牌制造商 把货交给真主党 现在纽石就曝光了 说这个BAC公司 有可能就是以色列所创的空壳公司 甚至还说他们有设两三家 后来因为呢 真主党有跟这一家来做联系 所以他们就开始把它来作为 真主党上钩的一个目标 称为现代木马图成计 听起来这是一连串的策划 而且呢是多个不同面向角度 在慢慢的循序推进当中 因为你还得要等他把呼叫器 通通发出去之后 你才会进行引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BB Call加入以色列的通讯设备 是在真主党去年所发生的事情 他获知之后 就开始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路子 这样子的一个情境设计来暗杀 因为过往1972年 以色列为了报复巴结呢 他还曾经是暗杀了11名的运动员 那个时候呢 也就曾经用电话下面的大理石基座 来进行这一项行动 1996年 那个时候呢是要杀他们谁 他们的一个工程师 结果呢他们是买通了一个人员 把手机里面买炸弹 交给那个人 然后进行引爆 2020年 伊朗的核科学家 好 那个时候呢 他是在公路上头被刺杀的 据说以色列是用卫星遥控武器 结合人脸辨识的人工智能 远端操控机枪 将他暗杀 听起来都很像是电影情节 但是两个电影情节在真实世界上演的时候 就是死伤非常惨重 这起事件三千台的真主党呼叫器爆炸事件 画面在网络上面持续的在传播的同时 大家也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不 以色列以前针对特定的政治敌人 军事敌人进行暗杀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 你这是针对不特定对象 而且大量的传呼机是平民使用 甚至纽约时报也非常的生气 纽约时报是犹太人的报纸 昨天就立刻登了一大阪 其中有一个9岁小女孩的葬礼 他就接到传呼机的叫声 然后他会隔10秒才爆炸 那个小女生就要把传呼机拿去给他爸爸 那就拿给他爸爸的时候就炸开 伊朗驻黎巴嫩的大使 一只眼睛被炸瞎 就说你这个等于是漫无目标的 这种行为叫恐怖主义 所以连纽约时报都不能忍受 所以我觉得 所以以色列到现在也不敢承认是他干的 没有承认 目前是这样 因为纽约时报有去做了调查 说有人在当中介 那就查到了匈牙利BAC那家公司 可是匈牙利政府的发言人也出来否认 说不是在他们那边生产的 可是就有人从 在2022年就开始进货 就进到黎巴嫩 阿拉伯地区了 所以他布局很久 布局了将近两年 所以我觉得比较像是820名部队的做法 就说他们很可能自己设置了一些供应链 那就进口一些 比如说进口日本的这个船夫机 进口了这个金阿波罗的这个船夫机 因为金阿波罗这个是世界名牌 美国的FBI的标配 他们大概就研究 大概怎么做 因为你大概做了差不多 人家也看不出来 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台湾出去之后 他拆装之后再把炸药弄进去 不可能 因为他是超生坡封装的 所以一定要在制造的过程中 就直接放进去 他放进去的就是PETN 他是比消化干油更稳定的爆炸物 他大概只加一克到两克 就涂在电池上面 这个技术具体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是 不是一想就炸 是大概隔10秒钟 所以这个真的是满可怕的 可是我们台湾可能会受到 持余之殃 就是说这个没有错 不是台湾出口的 我们财政部昨天晚上就 紧急去查海关的记录 包括经济部 确实不是我们做的 可是台湾这家公司 确实跟匈牙利的BAC 有授权合约 所以我是建议 这个授权合约要公开 因为我跟你讲 这个已经造成 很多人会无端受害 比如说我们台湾的科技产品 阿拉伯地区的人会怕 不敢买 不敢买 这个真的会慢开 而且我也看到 坦白说这个国安局 不要太紧张 你应该去看中东的脸书好不好 中东一大堆脸书就在那边乱传 说台湾背后 美国很容易介入 所以我们现在最好去买 全程制造 美国绝无可能制造 介入的国家 他们现在就向中大陆 比如说就有一些产品 就转过去了 我讲的是订单 比如说我就听到什么耳麦 对讲机一大堆 所以这个事情 台湾真的要做 用力做澄清 就是这个事情 对台湾真的有伤害 因为阿拉伯人 不可能得到那么多讯息 因为金阿波罗这个品牌 真的就是台湾的品牌 它是非常有名的品牌 所以他很容易误会 就是说他看不出来是谁做的 可是我认为 以色列的制造能力也是很强的 所以据了解是 他们在海外设了三家公司 匈牙利是其中一家 还有另外一家在挪威 可是匈牙利 也知道这种事情不能惹 所以他的政府也出来说 这不是我们干的 所以现在就变成 那个供应链查不出来 可是总是有货品 日本跟台湾都是受害者 因为你的品牌被人家贴牌拍 被人家贴牌制造 所以我是说被人家贴牌制造 我们就要用力做出澄清 要大声一点 我甚至认为要发比较重的文宣 在阿拉伯地区 告诉穆斯林的朋友 就是台湾真的不是 有介入 完全没有介入 原因是因为在这次事件当中 其实大家也很担心 台湾这个驰鱼之央 然后现在又传出的是 日本的对讲机 后续就讲说 这个其实是布局已久 变成台湾不要在这当中有角色 大家是担心这件事 来请教袁老师 这个不只是呼叫机 也不只是对讲机 现在据传的话 连轻型摩托车 只要涉及到无线通讯的 都有可能 我现在讲的要是 莫名其妙的发生爆炸 主要的原因是 我想了一整天 也想不清楚 这个是怎么会发生的 因为这是你们牵涉到的细节非常多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两个的 以前暗杀的时候针对有特定对象 这只是无差别的这种杀人的 而且我讲到情况下 目前为止所得到的消息 11个人死亡里面包含两个小孩 然后当时现在还有200多人 住在嘉湖病房里头 有3400多人的话 要送医急诊 这样子一个大幅度的使用当中的话 就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结果 不过我们老早知道 这边提到8200部队 就是台北街头上 可以买到一本书是中文的 那个繁体字叫虎之霸 虎之霸是一句希伯来文的话 意思就是说是他的教育的方针 里面的话特别强调 就是以色列特别重视无线通讯 甚至于他们读大学之前 高中毕业的话 就是选出优秀的人 参加8200的部队 他们先服役 然后再读大学 然后他们在整个世界的 无线通讯的帮助非常多 那里面当中会强调就是说 他们最鼓励他们的创意 所以以色列的暗杀是有名的 以色列其实大家不要说是 以色列喜欢指着人家恐怖主义 以色列的起源 从最早先的时候 大家翻翻历史 以色列起源在巴勒斯坦地区 就是靠恐怖主义起来 原来是打击英国人 非常重要 然后以色列本身在目前为止 所做的行为 对于巴勒斯坦是绝不熟人 但是这一次的话 他出现了几个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特别提出来的 第一个的话 他是从无差别的杀人 这个不是恐怖主义而已 这是每一个人心里都蒙上 非常大的恐惧 昨天我看到新闻讲的话 那个珍珠党本身 自己经过这一次事情以后 他都搞不清楚自己问题在哪 对于他们的士气 对他们的心理状态 确实是有直接的影响 所以说这个纳旦亚国 他很得意的讲说 我们马上就要来一招 就是让这个珍珠党 以后不敢再攻击我们 他主要讲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太奇怪了 因为大家想到 你就是那个金阿波罗 金阿波罗说他只是卖了5000台 到了这个黎巴勒地区 要分给这些人 怎么想知道这些人 这些人的话 是珍珠党的什么的 大家看到那种情况 因为我问了一下 很多人配这个呼叫机的时候 都放在肚子上 然后一放肚子上 加上这么大的PETN的这种炸药 肚子都炸开了 所以我们那天看到那个影片当中 那个人也就肚子上 就倒在地上 所以我觉得说是他这个里面所产生的一个感觉 放进去 我觉得一定要有内线 这个内线当中的话 不是说 如果刚刚亮哥讲得非常对 我们台湾要对这个中东地区要解释 我们这个贴牌的话 我们本身只是赚一点这种权利金 其他没有任何事情 否则的话 台湾跟日本根本就是 我们自己也知道 美国要我们干什么 我们会不干吗 能不干 另外最后就讲到 无线通讯这个大崩盘 因为我自己就觉得说 我现在拿着这个美国人造的手机 或者它里面设计的手机 就相当危险 就大家要注意一下 请教大众老师怎么看 对 第一个就是 包括像我们进行阿波罗 跟日本这个ICNOM公司 就是生产BBQ跟队长机 大概一般的判断都是背锅 但是就像刚才前面两位所说的 政府还是有责任 因为避免影响到台湾的这些声誉 还有老百姓的一些商机 这还蛮关键 第二点是 因为通常以色列的一些做法 我们应该都非常熟悉 但他这次是并没有出来承认 可能永远也不会承认 但是所有根据国庆媒体的报导 都是见识 大概就一种可能性 就是以色列莫萨德 但是以色列我们知道 他的国家的历史 过去对于一些重大的一些 他对他国家的伤害 以色列的做法就是 很清楚报复 以压还压 以眼还眼 但是通常是比较有针对性 缩小打击 或是在目标的群取上 还是比较符合比例原则 因为刚自卡上举了好多的例子 我们仔细回顾 1960年的确 以色列的特工赴阿根廷 绑架纳粹的战犯 千里追凶 这位很有名叫做艾西曼 回国受审 这也拍成电影 不过那时候大家觉得很合理 因为毕竟是 你虽然可能违背当地的法律 但是你这个正当性是够的 1972年慕尼黑奥运 也是重大的死亡 9月5号凌晨有八位枪手 巴勒斯坦闯入 后来在整个营救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一个失败的营救 因为他有绑架人质 也死伤非常惨重 最后以色列的追凶 跟所谓的报复行动 其实不只是在巴黎 他是罗马 挪威 贝伍特 塞浦路斯 全球的追凶 这个在2005年 也被拍成一部很有名的电影 叫做《慕尼黑》 但《慕尼黑》那部电影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反思 跟形式在后面 第三个就是 大家记忆犹新 才7月份才爆发的 以色列的国安 就是急杀哈马斯的 政治局主席哈尼亚 而且地点是在德赫兰 德赫兰其实毫无面子无光 才刚举行总统就职 而且这位哈尼亚 才见过伊朗的总统 就被击杀 但击杀的方法 众说纷纭 不知道 因为有人一开始讲 根据伊朗最先的讲法 可能是无人机 第二个讲法是说 可能是类似飞弹 很小心地进行击杀 第三种非常有可能是 其实是伊朗被渗透 在三个旅馆的房地里面 装爆炸装置 然后经由一些人 引进去哈尼亚 但是重点是什么 伊朗应该是被渗透 因为之后 他抓了大概20多个人 从高阶的国安人士 情报人士 警察到旅馆的员工 这一次其实应该很清楚 这个郑助党里面 不管是被骗也好 总之他内部是出了问题 因为他可能认为说 用BB code 用对讲机 比较低阶 是可以躲避西方 包括美国跟莫萨德的一个追踪 想不到以色列 我觉得他是 以色列而言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击杀 但是就像刚才说 就算分3000到5000个 BB code到珍珠党的高层 但是你真正击杀对象 可能是他的家人 或是路人 所以这一点 其实以色列还是会受到 国际间很多的质疑 长者是宝需要陪伴与照顾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